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Bakie 欢迎大家收看婚前解密 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带给你爱与温暖 陪伴你走向追寻幸福之路 每当交会有年轻人要结婚 每位弟兄姐妹都感到很兴奋也很期待 并且满怀的祝福他们能够恩爱一生 建立蒙福的基督化家庭 我们知道结婚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 对于要预备进入婚姻的青年男女 在结婚前要做许多的预备 但哪些是重要的预备呢 很多人说我们婚纱已经拍完 结婚日子 婚礼的场地 婚宴餐厅订好了 帖子也都印好了 婚礼相关的事宜 蜜月假期也都安排好了 这样应当妥当了 是的 这些准备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知道婚礼 婚宴 可能是只有一天的时间而已 但是婚姻却是一辈子的 所以对于婚姻生活 你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呢 你知道在婚姻当中许多人会遇到许多的难处 面临许多的危机 其实若在婚前能有多一些准备的话 在婚后其实可以避免掉这些的问题 结婚是两个人要成为一体 这是圣经所说 二人要成为一体 什么是一体呢 这不单是指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享受亲密关系 双方要营造成为一体的关键所在 是在于你这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如何 能不能爱与接纳你自己 如果一个人不能够爱与接纳自己 常常会没有安全感 当人缺乏安全感的时候 一旦进入婚姻就容易对对方产生错误的期待和看法 就是我的幸福和美满是你要为我负责 这样的关系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而这种压力可能也会造成适应上的困难 第二方面也会产生容易挑剔配偶 因为我们不懂得欣赏自己 也就很难真诚的去欣赏别人 或许他不喜欢自己的长相 所以当配偶多看别人一眼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会开始产生忌妒 想说是不是他长得比我还要漂亮 是不是他长得比我还要帅 所以吸引了我的配偶的注意力 他的心里面因为自卑 没有安全感 就会容易对别人产生挑剔 在挑剔之下 就很容易会产生两个人关系上的紧张和冲突 破坏婚姻的合一 所以婚姻要合一的关键在于 人的自我形象 到底你怎么看你自己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朋友们 我们谈到婚前的准备 很多人都会把焦点放在对方 而现在我们是要把焦点 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你自己先准备好了 再来谈与对方的关系 以及如何来相处 我们刚才谈到自我形象 到底自我形象是什么呢 自我形象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 这种看法可能来自于你的父母 或者是亲戚朋友 老师同学对你的看法 然后渐渐的内化成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评价 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自我形象 有时候可能是正面的 也有可能是负面的 不过我看到许多的人 我们接受的好像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形象比较多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人 如何来认识他个人的自我形象 这里有七个问题 让你问一问自己这七个问题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 你要很诚实的来回答你自己 第一 你喜欢自己什么特质 这个特质可能包括你的才干 你的个性 第二 你对自己的外表满意吗 如果你给自己的外表打一个分数 你会给自己多少分呢 是60分 或者是30分 或者是80分90分呢 第三 你常因自己的缺点而感到沮丧吗 你的缺点或者你的弱点 常常会成为你的困扰让你觉得很自卑吗 第四 你常因别人没有关心你 就觉得受伤或者是生气吗 换句话说 当别人没有尊重你 或者是关心你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就会感到受伤或生气 第五 如果可以选择 你愿意在哪一个方面有一些的改变 是外表上呢 个性上 或者是工作能力上 第六 在群体当中 你常想到别人对你的看法是如何 而比较忽略别人的需要吗 在一群人当中 你可能只想到 这个人怎么看我 那个人怎么看我 以至于你忽略了周围人的需要吗 第七 当别人在某些方面比你好的时候 你会为他感到高兴 还是心里面会觉得有点嫉妒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受威胁的 还是你愿意真诚的来为他开心 朋友们 如果我们诚实的回答这七个问题 你就会比较了解自己的自我形象 是健康的或是脆弱的 当你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讲出自己很多的优点吗 或者是当我问您的时候 你喜欢自己哪些特质时 你可能写不出一两个 其实这些都是指标 还有当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比较长在自己的身上 而比较难去想到别人的需要 别人的感受吗 你比较容易受伤 或要求别人应该要尊重你 假如别人忽略了你 你的心里面就会感到很沮丧 很自卑吗 或者当别人表现得比你好的时候 心里面就会感到嫉妒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指标 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的自我形象可能是脆弱的 是不太健全的 所以朋友们讲到这里 可能你最想问的是 那一个自我形象脆弱的人 我们要如何来提升自己的自我形象呢 我想要先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 有位长者他在七十大寿的时候 收到了一份礼物 他回家打开一看 是一个花瓶 心里想 这个花瓶怎么这么丑呢 他主观的评估觉得是不好看的 于是就把他塞进柜子的角落里 结果不久有一天 他在家里闲来无事 就开始翻阅一些古董的目录 他才发现 哇 这个花瓶竟然在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呢 他看见下面的价钱 哇 简直是天价 他哪里知道这个花瓶是这么的贵重 于是他赶快把这个花瓶找出来 把它擦亮 擦干净 摆在全家最醒目的地方 朋友们 其实这个花瓶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这位长者对花瓶的看法 原来他对花瓶的看法是有偏差的 其实我们人生的目录就是圣经 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当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时候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就会改变 知道你是上帝的宝贝 上帝看你是无价之宝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 你要选择正确的看自己 看自己是最为宝贵的 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 认识自我形象是为了要帮助还没有结婚的朋友 先了解自己 想想看你是怎么看自己的 预备你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人 当你有一天进入婚姻 就会减少许多的冲突 有一句话说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 就会轻松多了 你说是不是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愿我们都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